主料,高粉200克,酵母3克,盐2克,黄油80克,辅量,色拉油,盐,西红柿200克,洋葱100克,披萨桃,黑胡椒粉,番茄酱,烤鸭肉,蘑菇2朵,奶酪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酵母化开,和面粉揉成团,加入40克黄油揉匀, 在温暖处发酵,发酵至两倍左右,8寸发盘涂上一层油,将发好的面团分成两部分,取其中一半改成薄皮,均匀的铺在皮发盘上,用叉子插上小洞,松拾20分钟,洋葱切碎,西红柿切碎,锅内放色拉油,小火将洋葱炒出香味,倒入番茄碎,继续小火翻炒, 待锅内煮水比较多的时候,倒入适量盐,披萨糖,番茄酱,黑胡椒粉,搅拌均匀,小火焖10分钟,加入40克黄油,焖5分钟即可,盛出放凉带油,烤鸭式皮,将肉撕成小块,蘑菇切小片,将放凉到披萨酱均匀的涂抹在面皮上,注意边缘不要涂得太满, 撒上烤鸭肉和模糊一碎,将适量马苏里拉买了,用胶细丝铺在面皮上,放入烤箱,180度,中下层,2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烤鸭肉比较油,这个做出来的脂肪稍微有点多,你也可以换成熟鸡肉来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